整排电脑全天后不停运算 去年受到疫情影响 各大企业为了维持运作 推升资料中心需求 处理机大厂看上商机 打造第三代扩充处理机平台 配合未来的5G AI 处理机平台效能比上一代快1.46倍 积极发展新产品 从笔电再到资料中心 满足大小客户需求 但面对金片荒 全球执行长也坦言 还需要两年才能达到平衡 订单主要来自PC 短缺问题依旧 联电最近传出第三季 将再上调代工费用 10%到15% 26号股价开高走高 收在61.8元 涨幅8.42% 联发科同样也很强势 联发科靠着多样晶片 达入不同市场 低级营收1080.33亿元 年增77.5% 股价站稳千元 市值超车鸿海 老大哥台积电 虽然没有大涨 但外资依旧看好 从长线的资本支出 今年的资本支出 增加到300亿美元的一个优势当中 接下来到下半年 整个成长的态势还是会持续 半导体经过两周的盘整 渐渐重回多头市场 三大法人也都买超 加上台币不停飙升 庞大资金涌进 开股渴望再重新高 参与黄新城方向 特别的